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自2022年以来,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开始下滑,其中,记忆体晶片需求更是大跌。 随后,凯霞、美光、SK海力士记忆体大厂纷纷减产,今年一季度,由于记忆体晶片需求依旧低迷,价格也是持续下跌,使得三星一季度营收同比下跌18%至63.74兆韩元,营业利润同比暴跌95%至6402亿韩元,净利润同比大跌86.1%至1.57兆韩元。 其中,作为三星电子最大的营收来源,三星半导体业务出现了高达4.58兆韩元的亏损。 这也迫使三星在一季度财报会议上宣布决定对记忆体晶片实施减产。 不过,三星电子近日发表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,该计营业收入为60兆韩元,同比下滑22.28%,营业利润为6685亿韩元,同比暴跌95%,这是三星14年多来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。 这两项数据基本符合该公司的初步预期。 净利润1.72兆韩元,与去年同期的净利润11.1兆韩元相比同,比下滑84.5%,但较第一季度增长9.6%。 具体来看,SDC三星显示,第二季度合并收入为7.71兆韩元,营业利润为1.1兆韩元,行动体验MX和网络业务,第二季度综合收入为25.6兆韩元,营业利润为3兆韩元,视觉显示和数位家电业务,第二季度综合收入为14.4兆韩元,营业利润为0.7兆韩元。 受到记忆体晶片减产影响,三星电子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装置解决方案DS部门,二季度营收14.73兆韩元,相比去年同期的28.5兆韩元大跌48%,营业利润依然存在高达4.36兆韩元的亏损,要知道,去年同期为盈利9.98兆韩元,但是较一季度4.58兆韩元的亏损额已有所收窄。 这也显示出,三星对于记忆体晶片的减产,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。 据彭博社报道,三星电子公司计划今年继续削减记忆体晶片产量,同时预计下半年电子产品需求将出现反弹,这强化了人们对全球科技支出正增长的预期。 三星表示,人工智慧驱动的需求将在年底前显现,并预计下半年记忆体需求将逐步复苏。 三星计划到2024年将其高频宽记忆体HBM的生产能力提高一倍,该技术可以更好地与训练人工智慧的晶片配合使用。 与此同时,尽管三星表示,整体记忆体晶片库存似乎已在5月份达到顶峰,但三星仍称今年将继续削减产量,尤其是NineV晶片。 三星是价值1600亿美元的记忆体行业的晴雨表,该行业在经济景气时期产能建设速度过快,目前正面临库存膨胀的问题。 对于一家过去在行业低迷时期持续生产的公司来说,此次减产是迈出的重要一步。 4月份,三星表示将进行短期生产调节。 三星电子指出,虽然下调了短期生产计划,但从中长期来看,预计需求将坚停,为了确保必要的捷径式将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,为了加强技术领导力,将扩大研发投资比重。 三星现在正试图追赶并驾驭人工智慧浪潮。 该公司表示,在其14.5兆韩元的季度资本支出中,90%以上用于晶片。 对于三星来说,其宣布对记忆体晶片减产之后,对于二季度业绩已经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。 为了加速记忆体晶片市场的回暖,三星决定延长减产计划。 三星电子记忆体事业部执行副总裁,在财报电话会议表示,将延长减产行动,并调整包括NAND Flash在内的特定产品产出。 他并未透露具体减产的影响范围,但提到公司的记忆体晶片库存,在5月触顶后已经开始快速下降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7月底,SK海力市也宣布将会扩大对于NAND Flash的减产,减产幅度进一步下修5%至10%。 三星电子表示,考虑到记忆体晶片行业减产力度加大,预计记忆体晶片市场将逐渐走向稳定,而客户的库存调整可能会逐渐结束。 同时,三星预期下半年需求将逐步复苏。三星电子将专注于DDR5、LPDDR5X和HBM等高附加值产品,并增加对基础设施、研发和封装技术的投资。 不过,需要指出的是,三星电子在二季度的DRAM出货量高于一季度的预期。 三星电子表示,人工智慧应用的强劲需求,导致高阶DRAM出货量高于支导值。 主要,AI应用所需的HBM和DDR5产品,从而使得DRAM业务的业绩较上一季度有所改善。 由于半导体市场需求疲软,三星电子二季度的晶圆代工业务也表现不佳,该业务利润出现了大幅下滑。 台积电和联电这两大晶圆代工厂的,二季度净利润都出现了同比两位数百分比以上的下滑。 同时,台积电和联电在二季度的财报会议上,均下调了对于全年的业绩预期,并认为半导体库存调整将会持续到今年四季度。 三星电子第二季度研发费用为7.2兆韩元,刷新单击最高纪录。 三星还表示,第二季度赤资14.5兆韩元扩建生产设施,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个季度。 三星电子联合执行厂兼半导体业务总裁称,三星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工厂的4奈米晶圆厂将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。 同时,三星还计划在韩国平泽建立更多生产基地。 目前,消费电子市场依旧疲软。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Canonis最新数据显示,二季度三星手机出货量为5300万部,同比下滑了14%。 对此,三星电子表示,受加息、通膨等宏观因素持续影响,手机市场需求环比减弱。 尽管AI领域对高效能晶片的需求强于预期,但手机制造上的晶片需求延迟复苏,且客户因全球IT产品需求疲软进行库存调整,因此仍对业绩造成了影响。 由于三星S23发表的影响减弱以及大众市场复苏的延迟,导致销售额环比下降。 对于下半年手机市场的展望,三星电子在财报中乐观地认为,在需求增长的带动下,手机市场将在下半年恢复同比增长,尤其是高级市场。 野村的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,认为三星电子的利润有望从第三财技开始改善,因为半导体周期会以在全行业减产的背景下触底反弹。 同时,AI领域的蓬勃发展目前正推动对该公司,生产的更先进制成记忆体晶片的需求。 花旗集团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称,三星电子手机业务的韧性,加上晶片行业的预期复苏,可能会使全年盈利好于预期。 三星电子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发表的折叠机、平板电脑、可穿戴装置等产品上投入巨资,加大高阶家电行销力度,提高利润率。 三星预计,下半年,全球对科技产品和半导体的需求将逐步恢复,这将会导致零部件业务带动盈利改善。 但该公司同时表示,持续的宏观经济风险可能会对需求的复苏构成挑战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 感谢